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国际风云 今天是5月15日星期三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普京抵达北京会见习近平 易行程耐人寻味 中国电动车事故连连 自驾车竟因这事而追尾 拒绝和美国脱钩 中国科技企业起诉美国国防部违宪 乌克兰本土无人机完成80%的 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 博船撞上德州跨岛桥梁 导致倒塌和漏油 在广告时间里向您介绍三高代谢宝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 我们一直在向您推荐三高代谢宝这款产品 它已经帮助许多人改善了新陈代谢 和各种身体功能的问题 许多购买者反馈 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 他们的血压和血糖水平有了显著的改善 特别是台湾的亚小姐 分享她患有奥尔兹海默症的妈妈 在使用之后记忆力有所改善 为了深入了解 我们采访了三高代谢宝的研发者 兼董事长陈长宏先生 陈先生解释说 阿尔兹海默症现在被视为糖尿病的第三型 是胰岛素阻抗引起的 三高代谢宝中的成分 如苦瓜 肉桂 姜黄和绿茶的儿茶素 能够有效地改善这个症状 陈先生特别强调 姜黄和儿茶素等成分 对促进海马回细胞的再生极为关键 这不仅可以帮助抑制病理性的萎缩 还能够促进细胞的新生 陈先生指出 现代生活方式导致活动量减少 许多人的新陈代谢功能下降 长时间的久坐对于身体的健康极为不利 三高代谢宝可以调整身体新陈代谢 改善身体的健康 如果您对三高代谢宝感兴趣 或者是想了解这一产品是否适合您的症状 那么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电话 1-866-520-5201 好的 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在北京时间16号的凌晨 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 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会议谈 在2022年的2月份 普京访问北京 在几天之后 他向乌克兰派遣了军队 引发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欧洲区域战争 据悉 71岁的普京和70岁的习近平 将参加庆祝苏联城镇中共政权 75周年的晚会 中共喉舌媒体新华社报道称 普京的到来是为了进行中方 所声称的老朋友的国事访问 然而有观点认为 普京的来访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在普京造访之前 习近平刚刚结束对法国的访问行程 外界认为 中共为了让经济压力减少 试图希望尽量的平衡与欧洲的关系 然而 其和俄罗斯的关系正在遭到欧洲国家的反感 导致脱轨加剧 欧美也试图对中国金融业实施二级别的制裁 对于那些违反与俄罗斯往来做法的中国银行机构构成严重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今年的三月份和四月份 中国对俄罗斯的商品出口额连续出现同比下滑 这在以前是不可预见的 而在本次的访问中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将造访中国东北部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这样的行程在以往同样罕见 今年的四月份 俄罗斯首次报道 俄罗斯与中国交界地区的哈巴罗夫斯克核电站出现了泄露事故 导致核辐射值飙升到正常指数的1600倍 引发了黑龙江与俄国边境地区民众的严重恐慌 在中国官媒缺乏报道的情况之下 中共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事馆宣称 泄露事故已经得到了解决 然而居住在边境地区的黑龙江民众仍然不太买账 甚至选择离开当地而南下 此时普京做出造访黑龙江省会的做法 有猜测认为 此举像是在起到安抚修复中俄关系的作用 在这个单口显得很有深意 也是在同时 俄国对乌克兰的战争大量消耗了金钱与弹药 而朝鲜提供给俄国的武器 却频繁的出现故障的消息 其低质量甚至影响了俄军的前线作战 有观点认为 普京也会准备借这个机会 继续从中国经济中吸血 供应俄国针对乌克兰的漫长战争 而在这种情况之下 习近平政府对台湾南海地区的虎视眈眈 意味着当局可能会与目前最主要的合作国家俄国一起进行更多的军事演习 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顾学武认为 普京刚刚连任总统实现了权力的巩固 现在他非常需要中方的合作 俄军在进行全方位的战线突破时 需要强有力的战时经济和后勤补给的援助 而俄国军工生产转型至战时经济体之后 不一定跟得上武器消耗的速度 他需要中方的支持 另外一方面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强势军事存在 也让中俄变得不得不忌惮 在美国选举结果出炉之前 普京前往北京与习近平会面 很可能也是要商讨继续针对美国和印太地区的介入 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认为 美国下任总统需要维持白宫目前对中国武力犯台时 会军事介入的关键承诺 博明指出 在今年的11月大选结束之后 新政府应该表明 不会允许北京在西太平洋发动战争 同时保留对台湾安全的承诺 博明曾在川普执政时担任副国家安全顾问 他表示 目前为止 拜登当局已经四次表态 愿意卸防台湾 这是美国政府应该保持的新标准 如果中共武力介入 那么美国需要用军力来对台湾进行保卫 此举也有助于台海维持和平 习近平当局研发电动车与自动驾驶出现大量的严重问题 给车主的生命造成威胁 今天 一名湖北襄阳的理想L9车主表示 自己的自驾电动车在高速上检测到高处广告牌的车辆广告图片 并将其误认为是真车 突然在道路上急刹车导致追尾 而交通警察认为 车主在这次事故中需要负担责任 据悉 当时这辆理想L9车在高速上开启辅助驾驶 在没有明显障碍物的情况之下 自动紧急刹车辅助系统突然启动 出现幽灵刹车 据悉 在不远处上空有画着小火车的广告牌 遭到了这架国产车的识别 这种事件也有先例 在此之前 一辆理想L7去年把一个画着明星的广告牌 认作是真人 导致追尾 对于本次事故 襄阳车主决定要求理想汽车赔偿人民币2万元 而理想汽车提出赔偿4000元的现金方案 双方还没有达成共识 此外还有其他国产车品牌的车主 遭到严重的事故 据悉 江西一位51岁的男子 在驾驶比亚迪新能源电子车时 遭到了电击 被送进了ICU 最终导致脑干凝血 吸入的肺病和电流击中的伤情 这起严重的触电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 此外 网上还有流传着匿名的另外一位成都车主 因比亚迪漏电而身亡的消息维权 没有得到媒体的报道 网络图片显示 有受害者家属打出 比亚迪好猖獗 多方协调不响应 单方面欺压老百姓等字样 而在湖南 有小米SU7车主反馈说 刚刚买了新拿到不到一个月 停车时刹车似乎突然失灵了 车内响起了报警音 故障发生之后 它拨打小米汽车线上服务电话 却没有人接听 虽然在一个多小时之后 才被拖回长沙某个小米汽车的交付中心 工作人员检查后宣称 这是刹车电子软体的误判 故障已经自动消除了 然而车主仍然无法对此接受 对此有网友评论说 电动车出了事 不能说实话 不能讲道理 在这种大条件下 讨论还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的聘民的命不值钱 为了爱国 一切问题都不能抹灭关税 因为那是给境外势力递刀子 也有网友讽刺说 国产的电动车嘴上喊支持就业就行了 还真拿不出命去玩啊 开国产电动车 为国捐躯随死游荣 中国电动车在中国还有政府护着 到了外国谁护着呢 还有评论表示 20年之内不开电动车 具体要看是哪里产的 美国国防部把多家和中共政府挂钩的中企 列入社军企业黑名单 将它们排除在美国市场以外 但是也有企业拒绝和美国脱钩 13号 光达技术生产商 核赛科技集团到美国法院 起诉美国国防部 否认自己和中共政府及军方有任何的联系 不过也有美国学者指出 该集团拒绝脱钩的做法也可能是来自于北京当局的授意 据悉 总部位于上海的自动驾驶汽车 感测器技术开发商核赛和其他十几间公司 已经在美国的社军企业名单当中处于被警告的位置 在起诉当中 核赛声称美国国防部的举动导致它名誉受损 损失商业机会 要求法院认定名单违宪 在这之前 企业也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价下跌受到严重的影响 在这之前 美国议员对中国公司制造的光达 雷达和半导体等产品表示担忧 担心他们收集 并且与中国当局分享美国用户的数据 构成国家安全隐患 对于这个消息 中文的网友评价说 在强国连楼掌都不敢惹 在美国胡搅蛮缠 十分勇敢 美国人讲道理时 他们就耍无赖 当美国人狠狠揍他时 他又变成了白痴 维吾尔学者 市委会副主席伊丽夏提评论说 中国企业是没有权利拒绝中国政府的要求 如果设施安装到汽车军用设备上 那么美国的安全将会处于危险之中 和赛协助中共打压维吾尔人等族群 是中共的帮凶 在变成共产党的奴才帮凶时 他们怎么没有民冤教区呢 但是在美国 他们可以起诉国防部 这就是标准的欺软怕硬 还有网民将中共的企业比作小三 他讽刺说 现在小三是彪悍的 人家说他在外勾搭 要求分手 他直接告别人遗弃 都忘了自己的身份了 人家厌恶你 躲你远远的 这也违法了 不反思自己 都是别人的错 共匪既白痴又无赖 在相关的消息发布之际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 发动了关税制裁 除此之外 在14号 美国还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检查中共企业 利用墨西哥转口销售商品的可能渠道 防止通过第三国逃避关税的情况出现 网友在15号评论说 当今世界最不要脸的政府 就是习共 没有之一 中共国的所有企业都必须信党 世界必须与中共脱钩 中共不灭 中国人就没有自由和安全 15号的一份报告称 80%针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成功打击 都是由乌克兰生产的柳蒂无人机实现的 上一内幕表示 柳蒂无人机的开发 没有国家支持 在2023年开始 它的研发其实充满了挑战 但是在现在 这种乌克兰本土无人机 是针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有力战备武器 有关报告称 基辅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成功袭击 绝大多数是由乌克兰开发的远程无人机负责 在这之前 俄罗斯利用伊朗的建政者无人机 对乌克兰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 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面对这种廉价又致命的武器 基辅的回应是开发一种自己的无人机 刚开始时 柳蒂无人机的前景并不被看好 但是在实战当中展露头角 乌克兰媒体报道称 绝大多数的俄罗斯炼油厂 位于俄罗斯境内数百英里之外 而柳蒂无人机能够实现进入俄国发起打击 据悉这种无人机的航程可以达到六百英里 可以携带五十公斤的爆炸物 其他品种无人机的袭击距离会更远 但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成功袭击 基本是由柳蒂无人机主导的超过八成 乌克兰称 基辅针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攻击 已经导致俄国的石油产量和加工量减少了12% 对此英国网民发布评论说 如果它确实好用 美国应该出资购买这些产品 用它们来帮助西方国家 打击所有从俄罗斯出发的石油货物 但是也有网民质疑说 乌克兰没有发布他们实际发射这种无人机的数目 也许当局还派遣了数千架这样的无人机 才取得了这样的成功 还有观点认为 目前俄罗斯战场的资源仍然是等待补充 这种来自乌克兰人制造的无人机 在战场上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 帮助乌克兰人抵御来自外国的入侵 在美国地方政府炸掉损毁的巴尔地摩大桥之后 5月15日 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再次发生一起撞船事故 一艘船舶撞上了当地的一座桥柱 导致石油泄露到周围的水域 并且导致通往当地的一所大雪所在的岛屿 唯一的道路关闭 事故发生时 泊船上的一名人员被撞入水中 并且很快的获救 15日上午9点50分左右 通往加尔维斯顿北部提湖岛的桥梁 被船泊撞毁 当时一艘托船从桥旁的德克萨斯国际码头驶出 对所推动的两艘泊船失去了控制 据悉 当时水流非常的汹涌 潮水很高 两艘船只因此而失控 其中一艘舵船撞上了桥梁和两根电线杆 直接导致桥梁部分坍塌 储存的燃料泄漏 3月26日 一艘货船撞上了巴尔蒂摩 弗朗西斯基大桥的支撑柱 造成6名建筑工人死亡 对于这起最新的事故 加尔维斯顿县治安办公室主管雷诺伦表示 出事的船只是燃料舶船 由马丁石油公司拥有 它的容量为3万加仑 由于这起事故 加尔维斯顿湾附近的航道遭到了污染 大约6.5英里的水道被关闭 而提户岛连接城区的唯一桥梁 也因此被撞断 这座岛上有大型的造船厂 德州农工大学加尔维斯顿分校 以及海狼公园前移民站的景点 发言人表示 目前该大学校园内 约有180名学生叫职员 在桥梁修复过程中需要支援 周三下午交通官允许被困的车辆 通过故障桥梁紧急驶出提湖岛 德州农工大学指示 加尔维斯顿校区的所有非必要员工尽快离开 并且表示 校区至少在17号之前保持关闭 住在学校的学生可以留校 而由于大桥被撞坏 那些住在校园之外的学生 需要做好 无法确定何时返校的准备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 订阅希望直升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